也许有不少的小班已经发现了 我最近的节目多了不少说粤语的节目 今天这里我就想相对认真地聊一聊这一件事 首先是越来越多的网友当知道我会说粤语的时候 都希望我可以多以广东话来录制一些节目 同时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小班 开始使用我这些日常发布的平台了 但我也知道就与我现在发布的这些平台而言 选择了粤语无疑就是选择了一条更窄更难的赛道 所以吧我所能做的是在不放弃原本国语视频内容的基础上 在我的经历允许范围内可以再制作一期相同内容的粤语节目 比方说这样 鉴于各大平台的算法不同 在部分的平台上我会将粤语节目拆分到第二个账号上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关注一下 此外吧这些年我回广州 我见到越来越多的广州小孩不愿意甚至不会说粤语 更甚者的是最近某个开在广州的餐饮品牌 居然禁止员工之间使用粤语沟通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广州仔 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着一件事 希望我这平天给自己增加工作量的行为 可以得到小伙伴的支持 也希望我这个行为可以鼓励到更多的小伙伴 可以用自己的家乡化做节目 以心